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我們先看第一小題 他問這個,他有多少正整數解 這個我們可以因式分解 因式分解乘x-y 乘以x-y 會等多少呢? 1990 1990我們可以 給他因式分解 不過在1990 這個因式分解完以後,一定至少有個偶數 乘以另外一個數 另外一個數的話,可能是奇數,可能是偶數 為什麼呢?因為這整個是偶數 所以你兩個是相乘的話,至少會有個偶數 那這樣子的話,變成什麼呢? 變成是說 你在這個 比如說是 偶的話 我們叫做1好了 那奇數的話,我們叫做O好了 那這樣的話,變成是x-y 如果是偶數好了,假設 那另外這個 另外這個的話,可能是奇數,可能是偶數 比如說是偶數好了 那你把它加起來以後的話 就變成什麼呢? 除非說,這兩個都是偶數 不然的話,如果是一個奇數,一個偶數的話 你把它加起來的話 2x是等於一個奇數 那這樣就會無解 所以現在要看看什麼 這個因式分解以後 到底會是什麼樣子 首先我們看看 1990 把這個因式分解 可以抽出10 199 1990 1990以後呢 還有沒有 1990以後 好像就沒有了 我們看到這個 13的平方 這是169 15的平方就超過了 所以你要驗證什麼呢? 驗證 小於13 小於15的值數 看是不是它的因素就可以了 3不是嘛 5不是啊 7 7也不是嘛 724嘛 也不是 那再來就是11 11也不是啊 13也不是 所以這是一個值數 所以變成什麼? 變成是說 這個呢 是等於 2 乘以多少呢? 乘以5 乘以呢 199 那變成說呢 這個乘以這個 等於什麼呢? 等於是一個偶數 乘以一個奇數 會是一個偶數乘一個奇數 沒有辦法說 兩個都是偶數 因為它只有一個2 它沒有辦法拆成兩個偶數相乘 所以呢 這個一定什麼呢? 一定是一個 一個這個偶數 乘以多少呢? 乘以一個奇數 那如果 偶數乘以奇數的話 這個假設是偶數好了 這個假設是奇數 1加2x 等於奇數 那x就沒有解了 喔 為什麼呢? 因為x要是正整數 那變成說 沒有辦法除去 變成2x 等於呢 這個偶數 加上多少呢? 加上奇數 那偶數加奇數 等於奇數 沒有辦法 變2整 所以這是5解 這5解 好 那我們看看呢 這個 第2體 第2小體 第2小體的話 一樣也是呢 給他因式分解 這個因式分解 以後是x-y 乘以x加y 這個等到 這給他因式分解 這個可以被11整除 因為這個加這個等於這個加這個 1991 被11整除 11 那這是89 那這是8 88 11 181 好 這一個 11 這還能不能被那個整除 13 13 13平常是169 那再來呢 就17了 17的話就超過181 17就超過181 17的平方 289 所以你要驗證說 小於13 小於17的那些指數 看能不能 整除他 3不是 2一定不是 3不是 4 7 7 7 24 也不行 11 也不行 再 13 了 7 通通 沒有辦法整除他 所以這是指數 所以這是11 乘以多少呢 18 那這個總共有幾個因素 總共有 2乘2 總共有4個因素 4個因素 有兩個配對 這個人是多少呢 這個人是多少呢 有兩個配對 1乘以多少呢 1991 或者是說 11乘以18 181 講錯了 11乘以18 1乘以18 這四個 就是什麼呢 就是年1991的因素 因素 因素分解以後是兩個相成 總共有4個因素 4個因素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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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樣的話 就沒有了 我猜也就沒有了 所以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 兩個方程組 X-Y Y 等於多少 1 X加Y 等於1991 或者什麼呢 或者 X-Y 等於11 這個會比這個小 所以前面這個比較小 後面比較大 然後這個是 X加Y 等於181 那這樣子的話 這X-Y 有幾組結 那這一個的話 就把它加起來 除以2 就是 1992 除以2 等於多少呢 996 996-1 就是 995 這是一組結 我加起來會等於1991 那另外一組結的話說 加起來除以2 是X 11 加181 等於 除以2 等於 96 X-96 那你把它減11 就是那個Y 減11 減11 這是Y 85 你把它加起來會等於181 所以 最後就是這兩組結 96 85 跟996 它還有99 就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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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